你今天挣多少钱 还行吧 凑合啊 凑合多少钱 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行攀比这个东西 这个风气也不好 你过好自己的日子不行啊 是吧 挣的多有挣的多的快乐 挣的少也有挣的少了这个活法 钱这个东西 只要不花 它肯定是够花的 我不是问你攀比不攀比 是问你挣了多少钱 今年这个经济形势啊 它不是特别乐观 从宏观上来说 全球经济陷入停滞 甚至摔退 从宏观上来说呢 很多企业都干不下去了 那许多个体啊 它也面临着这个降薪乃至失业 那从主观上来说呢 我们都不想面对这样的状况 但是客观情况来看 又不得不走进这样的一个局面 不是 什么宏观 宏观 主观 客观的 我是问你挣多少钱啊 别是那么多没用的 就是这个问题吧 我觉得挣多少钱啊 我们都得吃饭 你哪怕挣的少点啊 其实也没问题 开源不行 咱就接流嘛 你比如说你想买个什么东西 可是钱不够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你可以给自己找个理由 劝一下自己 不要买就行了 你只要降低欲望 钱其实就不再是一个大问题 今年挣了多少钱 就是 我觉得吧 这个问题 你挣多少 不重要 剩多少才重要 对吧 挣钱啊 它是个过程 剩钱才是结果 有的人他一年挣两万 他花了一万 还剩一万 一万 有的人一年挣一百万 但是他花了九十九万 他也是剩一万 那从这个结果上来说 其实挣两万跟挣一百万 它是一样的 真的一样吗 我去赶个机 打点醋 吃饺子 没问你吃不吃饺子 问你一不一样 不蘸饺子 吃饺子 它蘸醋 吃饺子不蘸醋 是微妙消费 不管你蘸酱蘸醋的 我是问你挣多挣少 真的能一样吗 那你今天是挣的多了 还是少了呢 我吃饺子 我真喜欢吃饺子 那你挣了多少钱呢 别跟我兜圈子 你就告诉我 你挣了多少钱 数字 我告诉你 他就说 我也没吃一家复 买菜整理想在外